去年年底 吉兰丹发生了60年来最严重水灾 数个月过去了 重灾区从全国主墓到回归平静 留下重灾区的灾民 无尽的等待和失落 那非少老奶奶在废墟里 来回等了多少日子 一见到三度前来关切的佛光医工队时 激动地开口说 我以为你们忘记我了 佛光山属理会长杨谢强说 水灾发生后 太多单位给他们太多承诺却没有实现 老奶奶的话 说出了灾民的无奈和心酸 一场灾难带来如此巨大的创伤 等待救助的人数如此之多 佛光山连同各个单位 发起未来与希望重建家园计划 希望透过木针 为灾民建造组装式高脚屋 截至三月一日 已筹获大约120万令吉善款 可建造21间高脚屋 老奶奶和其他两个个案 将是首批受费的灾民 失去美光灯的灾民 什么时候不再参丰露宿 谁又将向他们伸出援手 带来希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